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所谓的转型有两类企业 一类就是这种双高 就是高物耗高能耗的 那你在那个资源 增效减碳那个地方 你就那个竞争力就受到越来越大的抑制 就是说它可以归到那一类的 那还有一类的就是说 我就是化石能源供电 但是以后是高比例的非化石能源 或者可再生能源的 那个新一代的电力系统建设的时候 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走到60 就是从现在起 不会一日之间就变过去 那个路径里走到60的时候 这个直接从化石能源发电的那些企业的 这个贡献就发展空间 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抑制 但是呢 我们还是讲到了 要有一个有序的 这个有序和平稳的 一个衔接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 要通过资源增效减碳的 大幅度的发挥作用 那么腾出这个一定的时间周期 让那个能源结构的这个衔接 让它更有序的来进行 所以这两个是搭配的 那当然你刚才讲的资源 就是生态系统固碳 我通过大直速造零 那个总量有限 但是在这个演变过程当中 还是一个非常发挥 发挥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的把它叫做 像资源增效减碳 生态系统固碳 这些都属于无悔选择 就我没有碳的情况下 我节约资源 节约能源也是没有错的 我没有碳这个因素的情况下 去多搞那个生态建设 生态系统建设 也是没有错的 只是说有了这个碳以后 它的那个经济价值 和这个市场杠杆 变得更加的 有推动力更大了 或者拉动力更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